开400万宝石结状展间 42岁朱姓立领哥 涉犯毁损罪 25日遭台中地检署起诉 他很生气哦 为什么这么气 原来他去年1月和业者下订宝石结 Permira 4E Hybrid 空车价598万 配备148万 但他不满花200多万订车 去年11月车到了 配备却跟他要的不一样 那个没有就变智障型的 就不是智慧型的 有那个才有智慧型 才会整合在一起 今年5月他竟开着宝石结 带着十字稿酒精冲进车商店内 然后拿十字稿砸电 甚至丢纸酒精大喊要副总出来讲 竹男被捕称 是应对新车操作不熟才会不慎撞进店内 但台中地检署认为 相关画面都显示 他是故意开车冲撞 至于他虽丢止酒精 但身上没带打火机 应该没有纵火故意 不涉及公共危险罪 因此仅将他依毁损罪起诉 不用呼噠